长年期五周一双数年 猎王记上八章一到十三节 马尔古福音六章五十三到五十六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2024年2月5日 耶稣基督 今天两篇读经我们都看到非常非常热闹 熙熙攘攘极欢乐的情景 在第一篇读经里 所罗门王把约桂营放到圣殿的内部 并且献上了很多全凡计 经上说多得无法计算 天主的约桂代表了天主临在已的子民中间 细读今天的第一篇读经 我们可以感受到以色列人或天主同在的无比喜乐和欢庆 在福音里 我们读到很多很多人从四面八方涌到耶稣跟前 甚至争着要摸一摸他的一边 摸到的人就都痊愈了 可以想象痊愈的人发出的欢呼惊讶的声音 整个场面用热闹振奋两字也没办法表达完满了 今天没有更高贵的约桂 就是圣体贵 天地不能容纳的天主自己就真实地临在于圣体里 等待着我们的光临 在弥撒中 我们虽然没有今天读经里熙熙攘攘的 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 但是意义却一点都没有少 圣体贵里面的主耶稣 也要治好所有来到他跟前的我们 领受圣体和朝拜圣体 是非常好的与神性和人性的主耶稣相遇相处的机会 也是获得耶稣那里来的恩宠的重要方式 问题是 我们有这个意识吗 我们有困难时会来到耶稣跟前吗 老实说 我们也有很多灵魂上肉身上的病需要耶稣的医治的 耶稣说 烦劳苦负重担的人 都到我跟前来吧 我要使他们得到安息 不过 新约里面天主在我们中间的灵在 确实也是非常令人震撼的独特 独特的令人很不习惯 他是以一个弱小者的形状 以一块小面饼 以一个穷苦人 以一阵微弱的风 临在我们的中间的 要认识到这个谦卑的他 不是凭我们的五官理智 而是凭我们谦逊的信德 耶稣说 有 信德的 眼看的 看吧 有 信德的 耳听的 听吧 让我们不要蔑视小人物小事物 而是用信德 去认出在小人物 小事物中的主耶稣 并且在小德兰常常提到的小白花那里 看到伟大无边的天主 这次 没官� 我 如果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